音樂 音樂 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 大正有說他這個音樂 就是跟著畫面去想的 結果我覺得很開心的是 結果大家對於畫面想像都是一樣 跟這個情感都是一樣 我覺得這件很開心 就是大家身邊都會有一種東西 就是他放蕩不夠 不羈啊 然後很白目啊 但他人不壞 我們用死者的角度去講說 他死掉之後 他身邊的人也都能開開心心的 不要因為這個事情悲傷 因為這是他想看到最後的風景 天宅啊 就是一個滿樂天 什麼事情都是熱觀看待的人 就說面對生死也一樣 因為思念而去做 你所想念的這個王者會做的事情 會是心裡一個放下的過程 我覺得難得的是 大正把我們這群好朋友找過來 然後我們其實在鏡頭外 都在開一些很惡劣的玩笑 但同時這個故事又滿悲傷的 所以我們就是笑到肚子痛 然後又哭到眼睛很痛 真的真的 同學之間 而且又是生離死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功課 但是也是每個人最難跨過的那個卡 每個人對於死者的投射 其實又滿不一樣的 大家彼此的渲染就還滿動人的這樣 最深刻的一段應該就是 跟另外一位同學在互相爭吵的過程 那個人死了 你不要拍兩次 你是不是 你說什麼啦 就是在對著死者說話的時候 突然淚碰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整個情緒感就帶入了進來 對於今天演這個我覺得 滿有帶入感的 因為爸爸也在前兩年過世 所以對於怎樣整個儀式是 滿有親切感的嘛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對 但是那個情緒是滿飽足的 就是音樂一下其實那個 滿滿的情緒就都湧現出來 我不確定大政對我的印象 是不是就是定型化了 大家都會以為我的台語很好 你們這裡的龍王 你們如果是無心 你就不要翻了啦 我今天有一句話一直講不好 然後我一直說 你們如果無心就不要翻啦 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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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講到重點 然後就一直NG NG到最後我直接跪在地上 跟導演哭求說 再給我一次的機會 你們如果是無心啦 你們就要翻啦 你們就要翻 你們這裡的龍王 你們如果是無心啦 你們就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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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場的時候 第一個場景是佈置靈堂 對 這個景真的選得太好 然後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一大早就說要哭 或是要感傷什麼 還進不去 因為音樂一放 馬上 沒有辦法 而且眼淚就是真的就 就出來了 就噴出來了 真的 因為我演的是 這些人的老師 那其實我本身的工作就是老師 不是他的人生紋路 看學生長大之後 可能他不入另一個階段 那我覺得這是相同的一個體驗 跟這一群優秀的舞台劇演員一起演這個MV 你會覺得 那是很爽 是每一個人每一顆每一秒給你的能量都是滿滿的 我其實把這次的MV 就是當成生情告別式在面對它 所以我覺得過程都還滿開心的 就希望 在我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也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但是不是我走的時候他們在那邊哭 是我還在的時候我們一起在那邊笑 這次跟火器合作我覺得很棒的是因為 就是火器是完全交給創作者 我也很感謝就是火器人相信我 然後就是我們就拍了一個純劇情的片 這種感覺對創作者是很開心的 大家演員合作我覺得很過癮 因為他們有好多東西 每個人色其實也都很鮮明 我一直很期待的就是這樣 就是可以跟演員一起創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好 謝謝大家 掌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